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当真的深经历史的时候 感受历史怎么调动起来 其实亲历历史的人 不一定比在远处看历史的人感受更强 以前张志栋讲 2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 他可不一定体会那么深 所以我们倒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推开了一段剧率 再来反过来看这个疫情 而发生历史的那个地方 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真实感受可能跟国在国内不一样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个 每天做笔记 来不断地跟国内比 我们就感觉真的是 中国和日本差得太大了 我们有时候也会不理解说 日本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发现没有 中国这些年 日本史的书翻译的很多 对 为什么讨论大政民主 为什么会走向战争 你想他是在讨论日本吗 其实他是中国问题意识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过去太多的强调 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 一一带水 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 中国和日本 它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差异 而且导致了后来的路径不同 对您来说这种最结构性的差异是什么 我们从政治文化角度讲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中国古代政权的合法性 是所谓神兽王权 这一方面日本有的 除了极少极少的 比如说足利易满这个时代以外 日本从来不是中国的朝共圈 没有这个供奉关系 他文化上虽然接受也很多 但是他一直有一种疏离的意识 尤其是在13世纪 蒙古西来刺激了他所谓神国的观念 蒙古连汉族中国都灭掉了 还灭不掉我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没有 中国认为呢 合法性要以德配之 要有德 没有德 我推翻你 所以中国是承认汤武革命的 所以中国就不断的朝代变更 而是凡是朝代变更 就包装自己说 我是有德 我才得到你这个位置 日本没有的 天皇永远是天皇 只要有点学统治性 万事一系 好 这里面又带来第二个问题 日本天皇没有绝对的权利 对于国家的控制 不是严丝合缝 滴水不漏的 日本不可能推行像中国那样的郡县制 反而日本是封建制 中国呢 书同文 行同轮 车同轨 都得一模一样 好 那这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要颠覆 整体的颠覆 总是革命 不断革命 再往下想 第三个差别就来了 咱们中国是文化从上到下 政治管理组织从上到下 长沙走马楼五减 你就看到最底下最底下的户 劳动力 人口 他都登记的 收你的税 像我过去在贵州的苗族地区 过去是吐司馆着 就跟那个封建大明馆的一样 哦 改土归流 成为编户其名 再加上中国儒家教育非常发达 所以一直渗透到底下 可是日本呢 底下都大明管着呢 老百姓根本就不听你的 所以日本能保留文化 它的很多文化的象征物 都是从很早很早保留下来 不像我们 破丝就破掉了 这就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传统 和日本的传统的不一样 再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宗教 日本思想史的主轴 是王权对神佛 是两极 中国不是的 中国王权和神佛是垂直关系 中国历史上有僧总统 道总统 或者叫僧统道统 政府任命的和尚道士来管 这个是咱们中国传统 一直到现在 你看我认识一些和尚 拿名片出来 处级 正处级和尚 你日本的僧人 神职人员 你去看 他不归政府 过去 比瑞山的 严厉寺 是有兵的 有军队的 我们除了历史上传说的 少林十八棍僧之外 哪里看到 和尚庙里面有军队 连刀枪都不敢藏一个的 而且日本人 对宗教信仰的前程 跟中国什么 中国宗教 因为没有神圣权力 没有绝对性 所以信仰者也不那么虔诚 鲁迅讲的最好了说 中国的佛教信仰 道教信仰 就等于是买股票 是希望将来的股票升值 赚大钱的 所以宗教不一样 日本过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做黑田俊雄 他其实也是讲的王权 神佛 他认为日本思想史 就围绕着这两极的摆动 影响到各种文化 我觉得这个总结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你搞哲学的 搞文学的 为了提倡人类之爱 你应该讲 这个文化和那个文化很像 和大家都有共同性 但是作为研究历史的人 可能更多的是讲 它不一样 如果你太多的强调一样 你没法解释 中国和日本为什么在后来 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日本它跟中国的差异 其实并不来自于思想的差异 而是来自它背后语境 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差异性 决定了它思想的不同 所以我们一直就讲 思想史并不完全是 只是单纯的就思想探思想 它实际上是背后的政治和社会 影响特别大 那现在有什么问题 特别困扰您 觉得自己最大的困难是语言 日本你不要以为它都是日文 而是中文 它很多喉文的东西 你根本看不懂 韩国在1905年以前 主要的文献是汉文 但是它也有一些眼文的 你看不懂 如果要真的去实践 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 语言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就觉得学不了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一代人呢 是太多的看了中国的东西 看了太多了 所以什么东西都习惯着 用中国的逻辑 中国的立场去看 怎么样跳出中国这个框架 学会用对方的眼睛 去从反过来看中国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就中国谈中国谈不了 它很多的事情都跟周边的各种的历史事件 有一种所谓的蝴蝶效应 它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里面来谈 当然我们需要找史料来证明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中国确实给糖的加工技术增加了很多东西 但是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生活的一个模式式的东西 它只是调味料 但是呢 英国因为有西印度群岛的糖 使得工人有了相当多的廉价的热能力 糖的价格迅速下降 刺激了工业革命 这个是一个大的变化 如果仅仅围绕中国去讲 可能就没有 那你比如说您的学生 负担更年轻的学生 他们会对理解这种陌生世界有充满好奇吗 应该也有 但是他们从高中以来就受到传统的历史教育 他们有形成了一套非常固定的历史观念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很苛刻 我们说跟大学生讲历史 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就是跟大学生脑袋里面的历史搏斗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说外国招中国的留学生做中国学 中国历史 中国文学 他们不愿意招我们学中文学历史的人 他们愿意招学外语的人 你学中文学历史 脑子里面已经有一套 成见太多了 成见 就是说在中国呢 大一统的观念是非常强的 而且认为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它很难融入对方的文化里面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太赞成的就是说 你怎么能把中国的历史知识 都给清除出去 也许它有不对的题目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历史知识 是不是带来了太多的成见 就是这个确切来讲 这个大一统神话 到底什么时候真正就确立起来的 一个呢 史记 史记司马迁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把所有的非汉族群都说成是五帝的子孙 期限出于皇帝 期限出于专须 期限出于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后来论证 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 就合法了 另外一个呢 抗战 抗战激起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使得中国无论如何都要捍卫大一统 这个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 结合在一起 等于是司马迁算元旭式了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先秦时代 不同的族群 其实是有不同的来源的 我为什么要去再写一本说 历史中国的内外 就是说核心区域虽然很稳定 但是周边其实是犹豫的 你如果把那些地方说成是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 其实是对那些地方不尊重 特别是这一次我做这个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 那你光看中国的不行 所以我看到你写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兴奋 就是一个中国我们的视角出来 但又不是偏狭的 又是一个尽量的去理解 一个多样的世界的这种视角 希望是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毛病 我当年来日本 而去美国 好像我们接触的还是中国学家比较多 可是这几年 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地说 在日本跟做日本时的人接触 到美国去跟做美国时 或者做全球时的人接触 那你就逼着我们要去学很多新东西 我们以前是喜欢熟悉的东西的叠加 哪怕没有质的变化 这样不行的 一定要有一个全球的眼光 和大家都能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和历史认识的方式 您万一没走不是留在这了吗 你还留不到 留不到这 我有可能就在虎光那儿 就看小分销店 这个是 往山上走的是吧 这个是中心 这个中心 这个我到这我就知道了 但是房子已经不一样了 我把这个照一个像我妹妹她就认识了 你发给她吧 过去就是两个 大概把中国电信和这个相约同城都算在一起 原来就那么大一个 大概摆个六个桌子 让你在里面切丝 后面切菜 吃回锅肉 吃回锅肉 这本正回锅肉 看看 排放节 我怎么觉得看着挺好吃的 脆皮猪脚 线沙小黄牛 这种炉子挺好的 家里面有一个挺好的 看您的回忆 葛家在福州过得很好 祖常阔过 现在我回不了我家了 因为我家收门票 十块钱 我爷爷就是中国最早的海军陆战队的副旅长 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发财了 所以您父亲小时候是个公子哥的生活是吧 绝对公子哥 我一直到后来我见了他 我都老说他 你算了吧 你从来没吃过苦 他就跟我很得意啊 纪南大学抗战的时候退到五一山里面 他说我腰上捆一圈大洋 一饿了就从里面摸出一块来 我父亲是一心想革命 一心想进步 就是不要他 从来就说话就是乱说 结果那就老是犯错误 这还是公子哥的劲儿吧 对 他参加革命那么早 到最后他也没混到个什么关 你当时对刚来凯里县城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太小 我十岁的就来了 我父母其实意识非常清楚 就说很糟糕 肯定就说会非常艰难 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 正是贵州最苦的时候 那时候饿得简直是疯掉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到食堂去 把那个蒸的罐罐饭端回家来 过街的时候要装的是没有饭 遮得严严实实的不能漏出来 漏出来就被抢 但我父亲是个老饕 特别能吃特别会吃 宁可把东西都变卖了 也要保证他能吃 有一件我奶奶传对我的 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宝贝 就是那个河州 以前语文课本里面 有一个叫河州记 就是写这个 那个就这么大 八扇窗户 打开还可以去看见人 后来我说这不见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卖了 换了两瓶猪油 就两瓶猪油 后来呢 全靠我母亲家 从上海从京华寄 寄东西了 但是问题是她总是犯错误 我母亲呢 因为是资本家的女儿 文革的时候就做牛棚 因此呢我们三个孩子呢 都得自己去想办法 没钱嘛 我去河边塞沙啊 但是我们没有觉得特别苦 但真正苦是 确实是下乡 在大田这三年是最惨 谢谢啊 这个是什么呀 炒菜 炒菜 找两盘子 哎呀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儿 哎呀那时候比如说生活最无望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用什么安慰自己呢 没什么考虑就是看书呗 就只能看看书 就躲到另一个时空里面去 也没办法 但是呢后来工厂时候比较有趣 号召学马列 那时候还真学进去啊 写了好几大本笔记 到了七五年又披水虎 可我水虎的时候啊 从忽宝一送江一直数下来啊 知多些无用之啊 哎这个厂长一看 行 你来讲水虎可以不上班 知识还可以改变命运 那比如说您回忆起那个时候 那些苦难的东西呢 你怎么应对呢 尽可能不要去想 你看我要老想挖煤那会儿 那挖煤是可能是最惨的 你要全身脱的金光啊 只穿一个裤头 爬二三十米到那个掌子面 而且那个掌子面只有这么高 你要这样拿那个十字膏这样 挖完了拖着爬出来 所以那个也很难的 那一想那干嘛呢 我也是算是 只要事情一过了 我就不怎么不怎么太去想 确实很苦 那有什么办法 我还干过一丢人的事呢 在庐山汽车站 我说解放军叔叔给我盐抽嘛 讨厌 讨厌 解放军叔叔也有点不好意思啊 给你个盐 解放军叔叔你来包盐给我嘛 所以我们说老实话 一个人的尊严被打到那个程度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说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阴影啊 这些肯定有 但是有些事情你得过去啊 别一天到晚捧是难受 对不对 对我就说你有一面很放松的 你是不是跟我以前比如说做运动 我觉得跟打球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这个要发表不正确意见了 我认为所有的小孩最好去学体育 绝对对身心健康有好处 别老学文艺 迎风弄月 伤心赶食 那不太好 我跟我太太的深刻矛盾 她看电影啊 专看文艺片 都特深刻 我要看就是看枪战片 看完就忘了 第二天再看 哎好像没看过 就这样 但很多人经过那段时间会变得很愤怒 对于那段时光的愤怒 对 其实我也是得承认 我们也是属于说 我们现在过得比较好了 我们能正面的面对过去这个生活 我中学同学肯定不愿意回应 过去时候有什么好 我们是因为现在你可以面对了 我们一直在检讨这个问题 就是说项羽讲了那话 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啊 他老讲他这个怎么苦难 那苦难就变成一个勋章挂在你的胸口上 说好说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不太愿意回来 也是这道理 所以我不觉得苦难都是正面的 有些人也曾经在苦水里面泡过 也许他会反过来想 你们都应该受一受那个苦难 那怎么办 最近我又重新看了您写的一九二十年代 整个中国学术重建的一个过程 既要继承传统 然后又从外部来借鉴 来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很激动反正是 或您觉得您心目中的思想史的黄金时代是什么事 我好像没什么黄金时代 其实我们常常讲所谓黄金十年 就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 很多法律制度 整个就是国家性的建设在开始 包括像各个大学的逐渐的正规化 包括我们这一行 就是说第一个时间缩短 开始把神话和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 建立了科学的史学 第二个空间放大 中国不再是只研究汉族这一块 满猛回藏 都开始甚至更大的范围 第三个是史料增多 甲骨敦煌 竹简 大内档案开始发酵 第四个就是问题复杂 问题复杂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也有进化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 维吾主义都来了 这样一来 中国学术进入世界主流 而且世界主流很重视 中国的学术的成就 可是这个时代突然被打断了 一方面是说 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 中国当时的所谓现代化的过程 另外一个 当然还有救亡使得迅速的 就改变了整个中国 因为抗战救国的时候 以民族主义 中国特殊 中国文化优越 来解释历史 逐渐的成为主流的思想 你比如说前幕写 国士大纲 写得非常好 但是问题 它背后 民族主义 或者爱国主义的那种情感 其实是依托在抗战时期 可是脱离了抗战那个背景 别人看来就觉得 这是中国本位立场 中国特殊人太厉害了 对 还有它的现实的语境 对 这个人要看语境的 在此刻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 这个在学术界里面有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特殊论 我们都不否认中国有特殊性 但是你要不要共享一些普遍价值 要不要 比如说民主 自由 平等 人权 第二个就是说现存的国际秩序 你是融入还是另起炉灶 第三就是说你认为你那个特殊性是地方性文化 还是普世性文明 所以我是觉得特殊性不能强调的过头 否则的话你就等于是说没有一体 只有多元 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各个民族都不能沟通了 那怎么得了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就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关系 就是什么是爱国主义 一种是走向民族主义或者孤立主义的爱国主义 一种是对国家负责任的爱国主义 你让这个国家更好 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 这个是一个前提 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单纯的去抽离出来去谈爱国主义 他就变成会走向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过去因为没有分清楚几个界限 听不得人家批评你这个国家 听不得人任何的非议 于是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有感情的 你比如说我 你要说中国这不好 大不好什么都不好 我们也觉得挺挺不是滋味的是吧 但是你总得听人家是不是善意的 是不是真的为你好 对不对 刚才您说的一些区分 其实也是120年前讨论的话题的核心 好像仍然是在重复这些讨论 没有走出去这种感觉 其实思想史跟知识史是不一样的 知识是可以进化的 它在不断的积累积累积累就上升了 对不对 可是思想史有时候是不断的重复 一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这个其实不奇怪 你比如说希腊哲学 他在讨论那个病 其实我们到现在还在讨论病 哲学是这样思想史也是这样 它的变化主要是思想所处的语境的变化 其实你要说我们跟1904年梁启超写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 中国古代民族之旧影 好像我们现在还是在它的那个 都不能说是延长线上 好像还是在它的原来的位置上 我们做的没有多少比别人高明的地方 有时候想想其实是蛮悲哀的 对这个东西怎么说服自己呢 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弯路上面 意识到这种之后是怎么安慰自己的 我觉得你说这个 我们走歪路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在正路上 我们怎么可能说 我明明知道是在走歪路 我还觉得我是在走正路 我是1980年开始发表论文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论文 有时候也觉得蛮可笑的 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论文来 可是你说什么时候变的 真的不知不觉 当然最主要是1980年代 对我们的冲击很大 知道有个文化热 实际上是用传统文化当替罪养 去批评当时的一个状况 金科刺孔子是吧 对 到了1990年代 文化英雄转向另外一批人 张太炎 陈英雀 胡适 其实我们当时借着学问家 仍然是在讨论思想 试图通过这样一批人去讨论他背后的 为什么那个时候学术了不起的 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就能站在时代的前沿 这就是当时讨论的问题 到了9798以后又一不一样了 现代性啊 后现代啊 包括文化批评啊这些 就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从1980年代慢慢一步步过来的 这真是蛮有趣的一个思想的变化 他本身按理说他也是思想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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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